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ypeScript 今天是第二期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TSC的安装 什么意思 以前咱们学习JavaScript GS的时候 咱们怎么学习 咱们其实就需要一个浏览器 就能够学习GS的安装 或者说咱们在本地装一个Node GS 就能够学习JavaScript 对吧 那么今天咱们学习TS TypeScript 这个TS有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浏览器目前并不能够解释TS 同时Node GS也不能够解释TS的文件 那么咱们该怎么办 咱们需要安装一个TS文件的编译器 让咱们TS的所有的代码 编译成GS代码 这样浏览器Node GS就能够解释 那么今天咱们这期的内容 就是来安装一个TSC的编译器 咱们说干就干 马上开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TypeScript编译器TSC的安装 第二 第二是一个Pregroom的操场模式 这个是咱们 工咱们学习用的一个在线的模式 有时间我一会儿会给您讲解 好 咱们先看 首先咱们先做TSC的安装 怎么安装 我采用NPM的方式进行安装 我推荐您在您的本地 如果没有装Node GS的朋友 推荐您装一个Node GS的LTS的长期支持版 这个包里面就带NPM的包管理器 好 那咱们开始 准备安装 大家请看 我现在切换到了DOS控制台 我在这个下面打TSC 回射 大家请看 我现在还没有装TS的编译器 对不对 那么咱们开始马上安装 怎么安装 这行命令 NPM 然后是install 没问题 -g -g 什么意思 全局去安装 对不对 它不是本地文件价安装 是全局去安装 然后安装什么名 叫做TypeScript 好 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 我先NPM空格 打一个兽 为什么打兽 我在安装之前 先看一下 最新的TypeScript 的版本号 好 咱们撬 TypeScript 回车 这样 它现在去NPM服务器 去读取 这个TypeScript 包的最新的信息 然后给我返回回来 有点慢 OK 出来了 大家请看 最新的版本是 3.1.6 那咱们今天 就装这个版本 怎么装 NPM空格 install空格 杠G 如果不加G的话 它会装到本地文件夹 如果加了这个G 这个G不好听 G 如果咱们加这个杠G 会装到全局去 那咱们装 空格 Type Script 回车 OK 把TSC 就算装上了 今天我网络好像有点慢 OK 装完之后 怎么办 打TSC 回车 出来了吧 各种各样的选项都出来 然后呢 我推荐您一个 空格 V 干什么 看一下它的版本号 咱们装的是 3.1.6 没有问题 跟刚才咱们受看的版本号 是一致的 然后 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TNC 这个包 这些个文件 给我装到哪儿去了 刚才咱们仅仅是加了一个杠G 杠G 是装到哪儿去了 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不加杠G 装的是本地文件夹 我装 我加了杠G 给我装到哪儿去了 好 今天我就给您说一下 它装到哪儿去了 怎么看 在咱们控制台 敲 N P M 空格 B I N 空格 杠G 然后一回车 注意看 大家请看 出现的这个目录 就是全局目录 也就是说 咱们用NPM杠G 所装的所有的包 所有的库 都会放到这个文件夹下去 好 咱们现在进一下这个文件 看一下 哎 稍等出来 回车 然后DIR 大家请看 我本地装的所有的文件包 所有的包文件 都在这个文件夹下 能够看到 没有问题 OK 装完之后 刚才给您打了一个-V 看到了目前的版本号 然后再打一个TIC-HERP 看它所有的命令行选项 这个打不打 其实都能看到 它默认的是HERP 但还是把它打全吧 出现跟刚才一样 多如牛毛的Option 都怎么用 没关系 今后咱们一点点的学习 好 安装完之后 咱们该怎么办 马上写个TS文件 咱就叫Hello World 稍等 咱们就Hello World 一下TS 我在Lesson02这下面 咱们建一个文件 叫做Hello World TS 好 没学过TS的朋友 肯定不知道我该敲什么 对吧 您就敲JavaScript 就没问题 比如说 console.log 然后 括号 不是冒号 稍等 括号 然后是 双引号 然后打上 Hello TypeScript Word 没问题吧 非常没有问题 而且我最后喜欢加分号 这是我个人习惯 OK 这个看起来就是普通的GS文件 没问题 TSGS相通的嘛 对不对 好 然后我该怎么用 好 咱们试试 我在控制台下 算了 我直接在这地方敲吧 这地方敲比较好 在License2的控制台下 咱们怎么敲 敲刚才的TSC 空格 然后跟上咱们的这个TS文件 一回车 注意看 它在编译咱们的TS文件 如果说 TS文件当中 有类型错误 有拼写错误 有各种各样的错误 它会在编译时 就给咱报错 现在没有任何错误 对不对 那么怎么做 怎么着 在本地文件夹下 相同文件夹下 生成一个 Hello World.js的文件 对吧 打开它 大家请看 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对吧 因为咱们这个 TS中写的代码 它就是GS的代码 对不对 OK 也就是说 咱们 把咱们的TS文件 成功的编译成了GS文件 非常简单 只要咱们用了 这个TSC的编译器 咱们就可以 随便写咱们的业务逻辑 然后通过它编译成GS 编译完GS之后 浏览器就能够识别 Note.js也能够识别 就能够真正的去放到生产环境当中去了 好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 官方给咱们提供了一个Playground 这个Playground干什么用 咱们马上试一下 首先 首先咱们先进下官网 稍等 是咱们上期的文件内容 我给它拷贝一下 然后咱们进官网 OK 这是官网吧 大家看官网的这个地方 叫做Playground 对不对 点击一下 这个Playground的操场 是干什么的 它是把咱们的 因为它是主要是用于学习用 它是把咱们的TS的代码 动态的翻译成GS的代码 相当于TSC的功能 有朋友说 我不想在本地装 但是我还想学这个TS 我还想看到这个翻译的效果 编译的效果怎么办 用这个操场Playground 就能够实现 但是咱们考虑到 咱们今后的开发 肯定是在本地开发 不可能在操场里面开发 对吧 那么怎么做 像我一样 在本地安装一个TSC的编译器 就可以了 OK 以上就是第二期的内容 我给您讲解了一下 TSC如何安装 以及安装到全局文件夹 哪个目录下 我都给您讲到了 对不对 那么下期开始 TSC使用的一些小的技巧 我会再分享给您 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我的 小码视频吧 OK 那TypeScript的第二期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